你说我还没用劲呢我 妈 别进了 穷家破户的 怕啥呀 要光我更光明吧 也不怕 你说你一个年轻小宝妇 学会对一个大度哥哥感兴趣 没事的 不怕啊 您进屋吧 赵炳坤 赵炳坤 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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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起来 不是 你 你干啥 赵炳坤 你麻烦大了我跟你说 不是 你 你吼啥 你别跟老虎似的行不行 你让邻居看着以为我咋地你了呢 我叫得好 就是你帮我咋的了 谁让你让他在那儿睡的 谁 曹炳坤 不是 这我家我 愿意让谁睡 让谁睡咋了 你又有理了 你昨天晚上怎么说的 你说你们睡这屋 我睡那屋 结果他 他 他 他咋了 他钻我背窝了 不是 你一大坏人 你让他钻啊 你哪说话呢你啊 我喝多了 我醉了 我哪知道他来了呢 不是 你 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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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 那你跟曹大宝的事 你俩商量了 特宝 早跑了 周冰坤 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 你啥意思啊 你瞅不下我 你直说呀 你干吗妄害我呀 你是不是人呢 我怎么唤 你 你这是诬陷你 你把衣服披上 别碰我 你把衣服披上你这样 你成什么样子吗你 我这什么样子还重要吗 还能已经这样吗 你把衣服披上 你先披上 你这别动着 咋的了 咋的了 咋的了这是 叶啊 咋了 咋了 别动着 别动着 来 你可别动着啊 哎呀 你这 冰坤的 你这是把衣咋的了 你 你让他说 咋的 衣 特宁 我已经 我已经不是处女了 昨天晚上来的钱还是呢 来 你先出去 我 你快住 事 哎呀 不哭不哭 哎呀 不哭哭啥呀 过来年一扯证 你俩不就是夫妻了吗 你俩不过就是提钱了 丁菲 提钱也不对 我冰坤不对 我说他 我批评他 冰坤 你这干的什么事啊 这是 大娘 我知道你喜欢我 我妈喜欢冰坤 我也喜欢他 对呀 可是他不喜欢我 不能 他 他喜欢你啊 他要不喜欢你 他能跟你那 那啥 是吧 他给你喜欢你 他跟你那啥呢 是吧 哎呀 妈 这生理都做成熟饭了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没少 不是 不是跟冰坤 妈 我 我 我外外太冷了 我拿这衣裳我得 不是 你说谁谁 拿衣裳我走啊 谁 咋回事 别 你先别走啊 你得说清楚咋回事啊 哎呀 你先别走 你别走 你自己跟大娘说清楚 你个坏蛋 我 咋 咋回事啊这是 咋回事啊 谁啊 哎呀 曹德宝 曹德宝 那 你是说 曹德宝把春月给强奸了 强不强奸我不知道 你得问本人哪 哎呀 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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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了呢 这 我跟你说吧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妈是越替你操心的 你越不让妈胜心 你见着个姑娘 你话你都说不定了 妈好不容易给你 我告诉你 你后你们的 你那疼会儿吧你 不是 你们干啥呀 这到底哪儿起来了 一个个 你这这 不是 你身权多好的姑娘啊 要面有面的 你现在这事咋整 我怎么跟她妈交代 那就不说呗 你就当什么没发生 我取代 瞧瞧了吧 你们说屁股 屁股撞 我咋整你说 月儿啊 月儿 干啥了我 我咋着我 干啥了你们俩 叮光给我一顿销 刚刚有啥关系 我咋了我 我咋了我 月儿 我 月儿 月儿啊 你看出了这事 这也不能怨你 你也是受害者 可这事 她也不能怨炳坤是不是 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了 少喝 少喝 这喝多了 那还能有个准吗 再说了 你 你昨天在这儿睡觉 没查门吧 大娘 你啥意思 你要有啥话你就直说呗 你知道啊 大娘喜欢你 可现在这样了 你说这事咋办呢 我也不知道 我这心里乱个谎 好 那要 你和你炳坤哥这婚事就 你说是不是 是呢 大娘 他把这孩子把我见过 也挺好挺时尚的一个小伙 他对你干了这事吧 他得对你负责任 他得给你个说法是不 是的 大娘 热儿啊 要不这么的吧 你要是觉得得宝也不错 那你俩做夫妻 你看行还是不行吗 那要 也行 那就好 那就好 就是不知道得宝他 有没有对象啊 他没有 没有啊 好 那 那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那你就赶紧的啊 我还得给春夏妈回话 去吧 去吧 你自己来就行呗 干啥呀 兴师公众的 他还给你留面子呢 没叫向阳呢 不是不想在新人面前 丢单师傅本脸吗 那你们也不能光听 乔串燕一面之词吧 那说说你这边 去吧 那昨天晚上我 确实 喝多了 记不住了 不是怎么他说的 我钻他背拨啊 你喝多了 不记得很正常 这种情况下 只能照逻辑分析 乔治燕这么说 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好 好处肯定是没有的 但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 他说的是事实 我跟你说啊 我妈现在 已经把春夏收通了 她已经同意嫁你了 可是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呀 我的理想是 许一个落难民间的 高干家的姑娘 等哪天高干解放了 你就草鱼跟这儿挑龙门 行 行 行 笑啥呀 笑啥呀 这想法很可耻嘛 不可耻啊 不可耻 想过上点好日子很正常 但是您得认清目前的形势啊 您已经丧失了 这种想法的资格了 你们知道吗 我身后这栋小楼 以前住着一家高干 兄妹六人 而我最喜欢他们家老小 小女孩 脸白见 短头啊 那整天就站在阳台 拉小提琴 你还没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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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Estándy 做好礼物 就这儿 我现在正在阳台 你算是家拇谈哦 你算是家拇谈 你算是家拇谈 说什么呀 你算是家拇谈 你说是家拇谈 她家被打倒之后就搬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搬进来了 以前一家人住的地方 现在住八家 那我学口前 不就是因为这小女孩吗 德宝 乔淳宴 虽然不符合你左手的最高标准 但也不算最低标准吧 咱老北现家的孩子 找媳妇 不能奔得最高标准去 能达到中等就很好了 这话我就不爱听 在我这里 乔淳宴那就是最高标准 只要她同意 我马上把她娶了 喂喂 德宝 德宝 我问你啊 你觉得我那对象 无限 人怎么样 挺好啊 很好啊 那闻闻静静的 挺秀气的 行 是吧 大家都觉得挺好 会过日子 然后勤快 还知道心疼人 哪都好 就是找脖子里天天光 无限不女的吗 德宝 我姓 够意思啊 够哥们儿 开导一个人的最好办法 就是诉说自己的不姓 不是 什么 什么 我说什么我不姓的 我不是 那个意思啊 没有 我不是要说我不姓啊 我 我跟你们说这番话啊 你们千万 就是哪说哪了 别问无限 人家是一个女孩 我答应你我都不说这事 我说出来我 我是想告诉你 就 这个世界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对吧 咱是找爷们儿 你做的事儿 你得认 说个的话你得算数 人得懂得知足啊 叔叔 你想法 其实 我第一眼见到陈燕吧 我 反正我的心就 就 怦然心动 哎呀 这不漂亮 这么快就把那小星球公主给忘了 有那么多 你刚才不是老小 老小的吗 你听我说完啊 你说 后来 李智告诉我 就朋友妻 不可欺 你能 能听我把话说啊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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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发现 其实春燕 对我也有点意思 然后我就想 她不可能同时 对你 对我 咱们俩 俩人不能吧 不能 我跟你讲 你这个认识 认识很准确 就是脚踩两只船 这种人有 但是春燕绝对不是 春燕就这么点 我看她长大呢 不是那人 你给人拉我 你可别吹 你接说 你俩咋就是那个 生理煮成熟饭的 我这 我 这我真不记得了 哎 你 你说两句亏 昨天晚上我在你家睡的 我喝多了 你 你听我说两句话 你搂我吗 当你 我什么玩我听你说 我哪知道 我这么知道你咋煮成饭的 反正现在结论有了 啊 你恭喜你 常为我妹妹 来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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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儿 我还有一事呢 春燕他妈相中的是你啊 咋整啊 没事 我估计现在我妈 正跟春燕他妈聊着呢 正聊着呢 你们 对我 这都事儿太好了 好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从来到尾这事儿就是 春燕他妈跟我妈一起传着呢 那把个拉脚面上的擦不擦 谁擦 啥 那小子把样给碎了 走不回事 走不回事 不不不 大哥 你别着急啊 那个啥是这么回事 昨天春燕不是在我家睡的吗 那啥他 他 他是 失身了 谁干的 不是敏坤啊 说话呀 我 我是丙坤的一个同事 一个叫曹德宝的小子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整这事儿 别整这事儿 你就是不听啊 这下完了 孩子全让你给毁了你 不是 大哥 哎呀 这事儿 就除了你们赵家 你们奴子俩呀 逃不了干系 不是 要是闹到法院上 你和丙坤 都是被告 不是 不是 你左一棒 是你 你还想闹到法院去 你咋不上天呢你 我 这又弄到法院去 那春燕是今后 他怎么见人呢你 对啊 这也是 你反正是不长长子的 哎呀 大哥 你这事儿啊 大哥 你这事儿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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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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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干 你疯了你 你 你 这么大叔 这是 干妈来了 你 哎呀 叶儿 疯了 都是迷逼的 妈 你啊啊啥呢 爸 这不你烟在锅子吗 咋掉地上了你 别忘了我叫妈 我没你真不要脸的闺女 滚出去 滚 滚 滚 我咋不要脸了 是不是以为曹德宝的事儿啊 对 春燕啊 你给干妈做个证啊 干妈呀 套用我师父的话 一日为干妈 终身为干妈 干妈就是干妈 是吧 干妈 我喜欢曹德宝 非他不嫁 你 你不是喜欢丙坤吗 是啊 原来吧 我也以为我喜欢丙坤 可见了曹德宝之后 我才发现 我对丙坤那不是喜欢 或者说是喜欢 但不是那种心扑通扑通跳的那种喜欢 这么说吧 我对丙坤是喜欢 对德宝是爱 对对对 那是爱 对对 是爱 曹特宝怎么说 他说 他比我爱他 还爱我 爸 还要能干那事啊 那是违法乱纪你知道不 你个四鸭 别打孩子 你是不是就别打 行 行 你这我爸不也干那事吗 行 行 而且也是在婚前 行了 行了 对吧 你 你什么都是胡联听 我 我没 没跟丑严说那事 没说 对 对 爸 我作证 不是我妈说的 是我姐说的 不 还是你 我跟她说的是想叫一站闺女 可觉这个人很怕到我 你 你看 每晚没有 什么都是我 你看咱俩姑娘们啊 你从来没出过远门 那外边社会多复杂呀 那是他们走的 昨天晚上我跟她说的 我跟他们说啊 这看人哪 可不能光看表面 你爸是多老实的人啊 那都有忍不住的事 这瞎说 跟男人打交道 那得格外小心 少乐了吧你 来 干了啊 谁要不干这一年 那不顺利 哎呦 好 来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小伙 哪个是你的瞎子 穿米丝毛衣那股 小伙子不错 生一口 生一口啊 你看他沈架势 工人 呦 工人可比咱饭店服务员地位高多了 领导阶级 好 还行 还行 来 沈总 你别去广告啊 沈总 来 感谢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蘸这么多菜 别写了 没事 没事 多吃点啊 快 吃吧 来 你 你去上菜啊 你陪他们一起 你今天那活啊 我全包了 一会儿我跟领导说 哎 谢谢婶 妈 还会说 你还不让他们 行 你怎么过来 不上门啊 嗯 郑婶 替我 呦 谢谢婶啊 谢谢婶 谢谢婶 哥 主菜来了 慢点 慢点 小伙子 哎 你就小吴在家 师傅 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对我们小吴好点 在我们这儿吃饭的 那追求小吴的人可多了 有干部 还有干部子弟 听见没有 长点心啊 长点心 对 好点儿要人得先跟人跑了 哎 明白 明白 师儿 我向你保证 肯定好好照顾好吴欣 你们先慢慢吃着啊 我再给你们端菜一下 谢谢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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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姨 来吧 来来 吃吧 吃吧 来 吃 好 给 快吃快吃 这肉好吃呢 吴欣 你现在还天天刮胡子呢 你这毛病啊 我问过我师傅 但我没说是你啊 他说能治 真的 走 那个 淳衍 我们这事吧 去医院问过大夫 大夫说 他这属于天生的毛病 不能治啊 中医看过吗 没有 我师傅老厉害了 祖上三代都是中医 他说这个毛病叫 叫 激素紊乱 对 激素紊乱 他家有祖传的秘方 专制这样的事的激素紊乱 内服十到十五副中药 配上外夫的特制膏药 一个月根除 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的啊 咱们中国女人 长皱毛病的少 外国女人 长皱毛病的老多了 对 毛多 解放前 咱们这儿的外国人 好多女的都长胡子呢 都是我师傅给治好的 后来一传十 十传百 就传到欧洲去了 欧洲人还坐着飞机过来找他治呢 全给治好了 老厉害了 要是真能治好的话那我就 行了 感谢的话就别说了 拿住 我说两句啊 今天各位都在 从今天起 在座的各位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 铁姐们了 哥们姐们之间 就应该是两类插刀 无话不说 对 以后好事说出来 让大家高兴高兴 不好的事也说出来 帮得了是帮 帮不了的 说出来 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 对不 对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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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生 干啥呀 小二生 找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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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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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儿行不 来 我提三杯啊 第一杯 为了我们的友谊 来 这一盒 这一盒 咖啡 来来来 一万岁 一万岁 谢谢啊 第二杯啊 为了武县 和国庆的圆满 是不是 谢谢大家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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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同妹子啊 来来来 早上看破啊 滚 这 国庆 俺们不烦人你了 来 国庆 你干啰 我 我聊我聊我聊 我聊我聊 没有了 给我逗她 这第三杯嘛 三杯 你给我滚啊 你干啥 你咋知道我要说你啊 先得宝这直觉啊 准 这两天啊 我一直写的事 初三那天晚上 要不是德宝 以男子汉 大无畏的气概 果断拿下存样 哪有我们今天 温暖而又感人的 大好局面呢 把整顾放下 这边我不喝啊 不是 咋的 这跟她有啥关系啊 这都是我干妈的功劳 没有我干妈提供机会 提供场所 任她再有大男子汉气概 也无庸母之地对不 对对对 来 来 来 喂我干妈 走了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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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行不行啊 没有事儿 没有事儿 真好看 写白 没有啊 我对象的事就靠你了啊 要不我就真单身了 站着呀 这不都是干妈妈 他们困住那样了 行 交给我吧 没事 我都给你处理 你长得真漂亮 干妈啊 不要女的带着你 行不行就不要吧 行不行了吧 爱情 都不够个爱情 现在的日子 因为爱情而异异生辉 来 咋俩的爱情呢 你 你的我不知道 你有了啊 不是 等会儿 等会儿 好 不是我的 等会儿 等 等会儿一下 别扛我身上 打牙 打牙 打牙姑娘啊 等会儿 拐了拐了 大娘 大娘 你来了 我这朋友聚会刚散 就晚了一会儿 要不 不 不 要不 你请我坐会儿吧 我 不了 你不去也好 不去也好 她咋样 身子已经很沉了 再有几个月改生了 行 大娘 你 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助的 你就告我 喂 我走了 回吧 大娘 回 妈 你这吓我一跳 你这孩子 谁吓谁 你去哪儿去了 你 你不跟春夏玩去了吗 等你一天你不回来 我上春夏家找你春夏说 早散了 疯哪儿去了你 我 不是 我都这么大人了 一不回家你就满大街找我 你不先救人 我先救人 我没事 我找你啊 你看 这你爸来信了 贴了两张邮票这么厚 上午就来了 等着我 这等了一天 你快点把信念了 那你自己看呗 我想能看懂我让你看 念念念念念 挺厚啊 不是我爸写的 不是人家那个邮递员书 是从四川来的呀 我 我的意思是 那个这信是我爸的信 但是写信的人不是我爸 不是 这信写得很好看 你别整那些没用啊 你快念哪 你 念念念 肃华 炳坤 你们好 这 这 你们好 肯定是写信人加上去的 我爸没那情怀 我咋那么多话呢 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转眼又快到春节了 本来今年春节要回家过的 东西都准备好了 临走前想 四川和贵州接长 是不是就进去看看小荣 孩子 这三年多四个年头没见了 我爸叫我姐小名 还说孩子 真是原谅我姐了 周平坤 你要再多一句 这不是这现象的话 你信不信我消失你啊 你这打不过我 我怎么打不过你啊 干啥真打呀 我真打打了 你干啥 你干那么多废话呢你 我怎么分 这么独信不得有自我分析吗 你干啥 你干啥 什么 你看你又打不过我 你别打我了 你送开我 我送开你还打不打我 你杀开 你杀开 杀开 杀开 我不打你 废话还治不了你了我 又不成 我独独信了 独啊 你打不过又不成 独 独 独行吗 你再多一句废话 你消失我 快点 一路上很顺利 快点 到了贵州地界 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 我搭上了同行们的卡车 下来走了两三里路 就到了小荣信上写的那个村子 在山奥里 一个较大的村子里 村子处于一片小盆地的山脚处 碧玉庄臣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韬 物枝细叶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 小朋友 你好 你好 你找哪个 我找一个下乡的知青 女的 从东北来的 说是在金霸村 这点都是金霸村 你找了人叫啥子名字 她叫周荣 周荣是我们老师 周荣当老师了 她是我女儿 没听说她当老师啊 会不会火里的孩子聪明了 你知道你们老师家在哪儿住吗 嗯 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 这边 翻过这过山坡 再走山里路 看到一个山洞 前头有过国旗 那都是我们学校 学校现在在放寒假 老师的家都在学校里头 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的 我八岁哪年 周老师来跟我们家动员我爸妈 让我上学 我记得特别清楚 你今年多大了 十二 真好四个年头 顺座这边往上走都是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好好放牛吧 我自己能走 谢谢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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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找谁啊 对 过了 我哪里 我哪里 你呢 要我哪里 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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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爸 这就是我们的教室 晚上就是我们的家 爸 你看我们的教室好了 这都是我们自己布置的教室 挺好的 爸 他呢 他干活去了 应该快回来了 你这儿啊 比我想象的好 爸 这是贵州山区最好的地方 大约能占到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一 就是那种不算好 也不算穷的地方 再有就是穷地方 大约也能占到三分之一 我没去过 不知道找什么样 糙心的事不说了 爸 他是谁啊 我一直想问 怎么带这么个小东西过来 简单 饿了吧 我不饿 我说他肯定饿了 给他弄点吃的吧 爸 我带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吧 来 这边 这边 挺热乎 在贵州能睡上咱东北的火炕是有府 这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 要不是把家安在这山洞里 还想不着这府呢 卡兰尼对你自己挺满意啊 没有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吧 你胃疼的病好点了吗 跟我说说他 那个姓风的 他 很有才华 要不你这么死心塌地的 喜欢任劲啊 你还喜欢 王丹凤 王小棠 我给人家写信了吗 谁知道 我告诉你 赵蓉 我这次专程来 就是要跟你谈这个事了 你别心里没输 你别心里 你先发誓吧 发什么誓 冲着我们周家的祖先 为了你哥 你弟弟 尤其是你妈 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也得发誓啊 你不能再做对不起这个家的事了 任何事 不能再做 那就是说 下不为例 我和冯化成的事 就算过去了 见着人再说吧 在说什么呀 那你要是看不上他 我还得跟他离婚 那该离就得离 为了这个家 不能总想你自己 第一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 第二 如果因为他联络了咱家什么 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没爸没妈 没哥没弟 这要还不够的话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 报答你跟我妈的养育之恩 我哥跟我弟的手足之情 这样够了吧 不够 我告诉你 周荣 你可以不要我这个爸爸 但是我 他想要女儿 知道吗 你怎么啦 你是不是胃疼啊 那就别哭啦 这哭不更疼了吗 不哭了 别哭啦 这个孩子 就当爸爸求你了 好吗 不哭了 唉呀 这哭了 我哭啦 哎呀 你这个孩子 真是 爸 冯化成 化成 我 在 我爸 你好 我听周荣说 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对不起 没经过二老的真批准 就先暂后奏 来 尝尝 你的手艺 甜吗 你也吃 我们天天吃 谢谢 你吃 你吃 慢点烫 快点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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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们这儿呢 一天有六节课 语文 算术 美术 音乐 体育 全是我 一个人 不 最开始啊 就一个班 班上只有九个人 最小的六岁 最大的十七 所有的知识一概不懂 而且除了大山之外面的世界 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呢 就给他们讲知识 讲文化 我给他们讲大山外面的世界 甚至中国外面的世界 从前的 现在的 未来的 他们特别喜欢听 从他们的眼睛里 你就能看出来 那种 发自内心的喜欢听 真有点 九汉逢甘露的意思 滋滋地往里吸 我特别有成就感 是吗 还有啊 这儿的香槟对我特别好 做点什么好吃的 什么产力量的饭菜 都给我往这儿送 我能觉得他们是 发自内心地尊敬我 不过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啊 就是班级里没有一个女同学 接下来呢 我就要动员乡亲们 让他们把家里的女孩们 送来上学 你不相信啊 我相信 慢慢说 爸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特别任性 就想自己 让全家认为我担心 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 但是 好在我没白来 真的 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我相信 你能怎么办 你们想去任何行的